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说 自己生产的把它卖出去 我们怎么做 因为把它卖出去 要带准有收入嘛 所以你的消费税 要割到税金级附加 但是如果我生产出来以后 我不卖 我是自己把它使用了 就看你用在哪 如果用在在建工程的话 那你就把市中销售 那个消费税应该 割到在建工程 然后如果是你用于投资啊等等 就割到税金级附加 因为那个时候 你投资也好 给员工也好 增值税要市中销售 企业组的税也得什么方说 对吧 好 那么说完了自己生产这块呢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您应该不陌生吧 我们在讲第三章流动资产的时候 讲没讲过第四节存货 存货可是很庞杂的 那么在讲到存货的时候 我们讲没讲过一个委托加工物资 首先委托加工物资 这六个字 可是财政部给得起的会计科目的名字啊 我们当时在讲到 委托加工物资 这个资产类会计科目的时候 里面说重点内容就是关于消费税的问题 就是消费税 我们支付给受托方的消费税 比如说支付了给受托方两万块钱消费税 这两万块钱到底是进到 我们的委托加工物资里面去 还是进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这个科目的介方区 对吧 那就取决于我拉回来 我是不是连续生产 你还记得吗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委托加工用税消费品 结合第三章第四节中的考点六 就是委托加工物资内容进行掌握 我们来看 他说企业如有应交消费税的 委托加工物资 就是你委托别人给你加工嘛 对于你来讲不就是资产吗 委托加工物资 如有应该交消费税的委托加工物资 一般应该由受托方来代收代缴 消费税 那么这个消费税这块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给大家说一下 说一个背景资料 这个背景资料呢 可能前面也提到过 但是我想再重申一下 这个问题还是很关键的啊 首先我们知道增值税也好 消费税也好 他们都叫流转税 所谓的流转税 只有流通转让才需要交税 税也是要依法征税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消费税而言 曾经有个同学问的问题就非常好 他说 老师我觉得你讲的不对 我说哪里不对啊 他说你一再强调 增值税也好 消费税也好 它是一个流通转让才交的税 那么如果我委托方拿着我自己的木头 然后我让寿托方帮我加工成石木地板 然后寿托方把这些石木地板都加工完了 我作为委托方 我给他加工费 我还给他一个加工费乘以13%的增值税 对吧 我都给他 来货运费我都掏 然后如果寿托方拿了我的加工费 他就给我加工 加工好了以后 从委托方角度来讲 我往回拉货 您说流通转让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原材料是我的 里边确实有人工的附加值 就加工费 我已经给他钱了呀 那就说明 原来的我的木头 我给了他钱 他给我变成了石木地板 我的东西又回来了 哪里流通了 哪里转让了 没有 他确实没有流通没有转让 但是人家说了 那你为什么说在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委托方往回一拉货 就要交消费税 而此时的消费税呢 还并不是自己到售物局去交 而是把这笔消费税给到寿托方手里 让寿托方去交 这时候他说不符合流通转税的特点啊 因为他没有流通没有转让 真正什么时候应该交 我告诉你 真正这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人学的非常精 而且他能抓住问题 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国家原来不是这么规定 原来是什么 委托方提供木头 寿托方把木头加工成石木地板 委托方把石木地板拉回来的时候 根本不交消费税 什么时候交 什么时候把拉回来的硬水消费点 这些石木地板卖出去的时候 才交 因为你卖出去了 那才是真正的流通了 真正转让了 到那个时候才交 但是正因为这样的方式交 它符合消费税是流转税的特点 但是国家吃亏 您知道国家怎么吃亏吗 国家说了 一般来讲 委托加工收回来的 都是一个已经可以是成品的 硬水消费品 而且硬水消费品 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这十五亚东西 基本上都最终 消费者都是老百姓 对吧 都已经 但凡拉回来 就已经脱离了工业领域了 就脱离了厂子 脱离了车间了 所以我拉回来 可以直接就被居然之家 直接就可以卖掉 税务局监管不了 作为我这边 它既生产地不在我这 卖我根本可能 从售托方那拉回来 我根本都不进我的厂子 我直接就卖到了 居然之家去了 我当地的税务局 监管不了 售托方那边呢 也没法监管 因为人售托方说了 这东西不是我的 我替人加工而已 所以会发生 两头不见日头的情况 国家的税款 流失的就会很厉害 因为我真的拉回来以后 我再卖给谁 税务局根本不知道 那我就不交消费税了 对吧 那要你十目地板 都不交消费税了 那国家税款 是不是流失的很厉害 而且你要知道 消费税是中央人民政府的 固定收入 地方你天津市 北京市一分都花不着 那都是习大的 他们的这个中央政府的固定收入 所以国家就在管得非常严 此时在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我们就把交税给提前了 正常来讲 它确实是应该 我委托方拉货 以后先不交 卖出去 才交消费税 现在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应税消费品 别动地儿 只要你委托方 从售托方一拉 一动地儿 立马交 这时候交给谁 交给售托方 售托方到他税务局去 交去 就相当于是什么 售托方所在地的税务局 对售托方进行严格监控 你替人干那些活 你替人加工那些石墓地板 怎么都拉走了 拉走是拉走了 他把消费税留下了吗 所以我们说 假设售托方 它不是个体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售托方 收走 绕交 你看 当时这个问题 问的就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 我记住了 我每次讲课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一下 在委托加工 这个环节 作为委托方 我拉回来的时候 我确实应该给售托方 留消费税 这个前面 我们在委托加工 物资那是讲过的 正常来讲 我应该慢出去才交 现在提前了 提前了 但是呢 当然我们说税 就怕重复整 既然我当时问售托方 我说兄弟 你说吧 这些石墓地板要卖 你要卖 卖多少钱 他说了 我要卖卖一百万 就按照他要卖 卖的一百万 乘以百分之五 我给他撂下一个五万块钱 然后他就去替我 交了消费税了 他是一个 代收代缴义的人 对吧 那如果我拉回来以后 我就告诉兄弟了 我说兄弟是售托方 对吧 我说你给我打包装箱 弄好了 我一会拉回来 直接我就笨 居然之家 我就给人发货了 那么这时候我确实 因为他也是干 干我们这个行业的 他说他要卖 供应价值一百万 我也是按供应价值一百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需不需要 在卖的时候 再交一次消费税呢 不需要再交了 不需要再交了 所以我把给我兄弟的 这五万块钱消费税 直接就进入到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就可以了 对吧 那就是因为 我就没有连续生产的过程了 直接销售嘛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我会跟售托方说 我说兄弟 你别给我打包装箱太死了 你给我零散的 就给我拉回来就完了 对吧 我给你留五万块钱 说为什么呀 我说我还得让我的工人 在你加工完的 石墓地板的 就是上雕花 雕完花以后 我都是卖给张艺谋啊 卖给范冰冰 因为有钱人 他们装修得用那种 更高级的石墓地板 大家想象 如果当时售托方说 这些石墓地板 他要卖卖一百万 那我雕完花以后 我还能卖一百万吗 当然不可以 我雕完花以后 我又注入人工 又注入了什么原材料等等 我肯定要卖成好几百万 这时候 比如说我卖成三百万 那么你卖成三百万 你是不是属于连续生产 之后再销售 那你三百万乘以百分之五 现在是应该给国家 交十五万的消费税 但是国家避免重复征税 我原来给售托方留的五万 是允许我做减法的 那么他就体现出来 跟增值税有关系了 既然日后让你进行扣除 那你之前你在交的时候 你最起码给他单摆复割吧 所谓的单摆复割 就是你要给他割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街坊吧 如果你傻傻乎乎的 日后也要连续生产 日后还要给国家交一个 按三百万乘以百分之五 十五万的消费税 你再把支付给售东方的五万 进到委托加工物资里头 你没的可减了 那你就会按十五万交 傻呀 所以此时你要记住了 跟消费税结合的 这个委托加工这块 它取决于委托方拉回来以后 是直接销售出去 还是连续生产 我们来看一下 说委托加工的物资 收回来之后 直接用于销售的 那么我作为委托方来讲 应该将售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就进入到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就是借委托加工物资 代银行存款 给他那一五万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 说委托加工物资 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 我要雕上花 那不就更高级了吗 后面说了 按规定 准语抵扣的 那么委托方应该按 已经有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科目 你看相当于是单独确认 日后可以扣除 扣除和抵扣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代即应付账款 如果我欠他的就是代应付账款 如果我有钱 就代银行存款了 对吧 代用委托加工的 应付消费品生产出 应纳消费税的产品 再销售的时候 我们再交纳消费税 你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借记到了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房了吗 然后代即什么 等到你拿着加工回来 这个东西 再卖出去 对吧 你又 你再卖出去的话 你是代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你原来可有一个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费 这一个代一个借 你不可以把那五万减掉了吗 对吧 再交纳 你再交纳的时候 比如说你卖了三百万 你拿三百万 石木地板是百分之五 十五万 原来受托方是按照 一百万供应价值 收你五万 那相当于是减五万 那相当于是十五万减五万 再交十万就完了 对吧 这是不是跟我们前面说的 委托加工物资结合起来 我们接着给大家讲一道 教材的例题 你来看一下啊 他说假企业是一般纳税人 委托仪企业也是一般纳税人 代为加工一批 应该交消费税的材料 它不是这个金银首饰 您学完经济法基础 您知道金银首饰 它的纳税的环节 是零售环节 而并不是委托加工环节 对吧 所以告诉你不是金银首饰 假企业发出材料的成本 是两百万元 应付的加工费是四十万 增值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三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说加工修理修配 这是传统增值税 他们的税率可是百分之十三的 然后那你要知道 四十万的百分之十三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四十万乘以百分之十三 那就是五万二 他说由仪企业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是十六万元 材料已经加工完成 并且由假企业收回 验收入库 加工费及相关的税金呢 尚未支付 您既然尚未支付的话 您就不要带银行存款了 因为没给人钱嘛 就要带应付账款 对吧 那么假企业呢 采用实际成本 进行原材料的核算 问假企业应该编制 什么样的会计分录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说委托加工物资 收回后继续用于生产 应税消费品 这都是提案啊 在初级考试 这个点是特别容易设计的 他告诉您 作为委托方来讲 他收回这个委托加工物资以后 他要继续用于生产 既然你继续用于生产 那么这里面 你支付给受托方 或者叫由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这个16万 应该搁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日后是可以进行扣除的 对吧 那好 我们来看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啊 这不是相当于在复习吗 复习我们第三章 流动资产里面 第四节存货的内容啊 委托加工物资 是存货里面讲的 那么第一项任务 从委托方的角度 你得先把你的原材料 变成什么 变成委托加工物资 多少钱 两百万吗 你看 是不是应该借 委托加工物资两百万 代原材料两百万吗 然后接下来 您看题目当中 他还提到了 说还得给人家加工费 但是还没给呢 应该付的加工费40万 不管你是一般纳水人 还是小中流纳水人 加工费 他也不管你拉回来以后 是连续生产 还是拉回来就卖 加工费永远尽成本 就进到委托加工物资里面去 另外 所以在这里面 应付的加工费40万 那肯定是 借委托加工物资 40万 然后增值税呢 您看 委托方是谁啊 委托方是假猫 他支付给已的 所以这五万二 因为假期也是一般纳水人 所以他一定要搁到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箱税额里面去 然后他支付给受托方的 这个是搁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里面去 没给人钱 没给人钱就带应付账款 都没给吗 带应付账款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第二笔快据分落 借委托加工物资 这40万是什么 加工费的钱 那么 由这个加工费的钱 乘以13% 算出来的五万二的增值税 是要搁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 进箱税额里面去的 然后由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是要搁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 借房去的 然后都没给人家 都没给人家 那就是带应付账款 看见了吗 带应付账款 相当于是 40万 45万2 你看 40 45万2000 45万2000 再加上 16万 等于61万2000 你看 61万2000吧 然后接下来 你看看 东西拉回来了吗 并由 假企业 收回验收入库了吗 都验收入库了 那这时候 他还对原材料 用实际成本 进行核算 那就相当于是 把委托加工物资 给他改成 原材料 对吧 你看 委托加工物资 一个是200万 一个是40万 对吧 这两个嘛 所以你要用 钉子账的话 也好理解 委托加工物资 您看看 是不是在借房 有个200万 然后在借房 还有一个40万 那么这240万 您不都得 从相反方向转走吗 您不都得 从贷房转吗 贷委托加工物资 240万 借什么 借原材料 看 借原材料 贷委托加工物资 240万 因为他不是说了吗 委托加工物资 收回继续用于生产 网 说明它是用原材料的状态 看见了吗 这笔会计分落 可是巨重要无比啊 首先你要知道 加工费必尽 委托加工物资 你还得知道 委托方 它是一般大学人 进向税油 可以单独 确认 然后消费税 由于它是继续用于生产 也是单独 确认 没给人钱 是带应付 占款 回来了 回来了 把委托加工物资 就变成了什么 原材料 对吧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委托加工物资 收回直接对外销售 如果直接对外销售的话 它只是哪里不一样呢 消费税不一样 也就是消费税 这16万 如果你拉回来以后 直接就卖 你没有加价 你也没有再生产 就不会加价 这时候 你没有再交消费税的义务了 你也没有必要 为了自己的利益 再把那个交出去的消费 割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了 直接进委托加工物资 就OK了 所以相当于是 就这不一样 你就把这个16万 和这40万 加在一块是56万 借委托加工物资 56万就OK了 所以大家给我看啊 还是第一个 借委托加工物资 代员材料200万 然后接下来 就有一点不一样 此时你的委托加工物资 是40万 加上16万 等于56万 看见了吗 这56万是40万 加上刚才说的 16万等于56万 看见了吗 这个委托加工物资 里面既有加工费 又有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因为你没有连续加工嘛 你就不打算 再连续加工了 也不会加价卖了 然后增值税 它肯定还是单独确认的 因为它是一般 纳税人身份的问题嘛 然后没给人家钱 还是带应付账款 你看应付账款 全都是61万2000嘛 看61万2000嘛 然后接下来 回来依然都是借原材料 但是你会发现 此时后面就不一样了 你看委托加工物资的钱 最开始是借方200 然后又往委托加工物资里面 借了一个56 就变成了256 得从贷方转走 对吧 然后借原材料也行 借库存商品也行 如果你看 如果委托加工回来的 直接对外销售了 如果就是商品了 那就借库存商品 如果还是原材料 这个状态无所谓 你到底是库存商品的状态 还是原材料状态 这个无所谓 就借原材料也行 然后贷委托加工物资 等于256 看见了吗 256 这个不难吧 其实相当于是 把前面的委托加工物资 又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就是体现出消费税 到底是进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还是进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就这么简单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2020年前年 在这考虑一个题单选 下列各项当中 说企业应该交消费税的 相关快递处理 表述正确的是哪个 A 收回委托加工物资 直接就对外销售了 那么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因为直接销售 没有 就相当于是不加价了 你就没有再交税的义务了 所以把它交出去的税款 直接进委托加工物资了 所以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进入到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借方 错了 正好说法了 所以A不对 再来看 B 销售产品应该交的消费税 进入到税金及附加 科目的借方 完全正确 因为你销售产品嘛 你是要带主营有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账税 销项的 然后借应收账款 那借银行存款等等 所以你既然带了主营有收入 你就会借主营有成本 然后你的收入里面 还含着价内的消费税 自然那笔消费税 就应该借税金及附加 带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所以G 那是对的 B是对的 销售吧 再看C 用于再建工程的 自己产的产品 就是我说的 Z产的石墓地板 用于再建工程 应该给国家 适从销售 交的消费税 应该寄入到再建工程 他说寄入到税金及附加 你看不对 不能寄入到税金及附加 应该寄入到再建工程的解放 所以C 不对 再来看一下D 收回委托加工物资 要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的 就是在石墓地板上要刻花的 那你肯定 在卖肯定贵啊 在卖贵 因为我们是从价及成嘛 你300万乘以5% 应该交15万 原来才交了5万 再补10万 对吧 所以这时候 受托方 代收代缴消费税 应该寄入到 不能是委托 加工物资的科目 应该寄入到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解放 所以你会发现 A跟D正好说法 所以你看这小题 应该选什么呀 应该选的是B吧 对 选项A 应该是寄入到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选项C 应该寄入到什么 选项C 应该寄入到再建工程 选项D 因为他说 说的什么连续生产了 这提案都出现了 那就应该寄入到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的解放 对不对 所以选的是B 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 往下看一道题 下列税金当中 不应该寄入到 存货成本的是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 存货可是个集合概念 它是我们将来 第八章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一个报表项目 存货也是我们 这个第三章里面 第四节的名称 哎呀一说存货 那包罗万象了 原材料也是 再图物资也是 材料采购也是 材料成本差异也是 库存商品也是 委托加工物资也是 都是 对吧 这些全都是 我们来看一下吧 说哪些应 不应该 不应该 记住到存货成本的 说由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 收回之后 直接用于对外销售的 委托加工物资 所负担的消费税 您看 它的提案是什么 提案在这了 是直接用于对外销售的 那么作为委托方 支付给受托方的 消费税是要直接 进入到委托加工物资 成本 进入到委托加工物资 成本 就是进入到存货的成本 题目问的是 不应该进入到 存货成本的 这是应该记录的 所以不能选呀 再来看B 由受托方 代收代缴的 收回后呢 我还得作为委托方 继续用于生产 应税消费品的 委托加工物资 所负担的消费税 提案在于 继续用于生产 既然继续用于生产 那我支付给受托方的 消费税就割到 借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里面去了 所以它确实是 不应该记录到 存货的成本 所以B就真的是 不应该记录 B就真的不应该 再看一下C 小规模纳税企业 哦 您是小规模纳税企业 您进口原材料 交纳的增值税 如果要是一般 纳税人进口原材料 交给海关的 进口环节增值税 是可以抵扣的 但是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说过 甭管您从国外买进来 还是从国内的 其他企业买进来 您都不能抵 因为小规模纳税 卖的时候是按征收率 很低了 既然3%5%征收率 本来就不高 就不让抵了 所以您看 小规模纳税人 企业 这个进口原材料 交纳的增值税 是要进成本的 啊 是要进成本的 这个您要知道 它不能抵扣吗 不能抵扣只能进成本 买的原材料 就进原材料身上 买的固形资产 就要进到 固形资产里面去 买的无形资产 就要进到 无形资产里面去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小规模纳税企业 进口原材料 交纳的增值税 进成本 然后题目问的是 不应该进入存货 那这个是应该 进入存货成本啊 然后再看 D 说一般纳税企业 进口原材料 交纳的增值税 您看他说的是 一般纳税企业 进口原材料 交给海关的增值税 因为你是一般纳税人 不管你是从国外买进来 还是从国内买进来 您支付的增值税 就交纳增值税 都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您的进向啊 看见了吗 所以此时 他不进成本 不能进成本 题目问的就是 不应该进入到 存货成本的 B和D B和D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选的是B和D吧 选项A 你看 直接运用对外销售吧 要进入到 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选项B呢 应该进入到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课目的借方 没错 应该够到借方 再看 选项C 要进入到 原材料成本 进入原材料成本 选项D 进入到应交税费 应交账税 进向税额的课目 那肯定是借方 对吧 好 这个题目 也一点都不难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说 从消费税的环节上来讲 它有生产并销售 当然也包括 资产自用 还有委托加工环节 还有一个主流的环节 就是进口环节 从国外进口 比如说高档化妆品 从国外进口游艇 从国外进口小汽车 等等 是需要交进口环节的 消费税的 而且呢 它都是单一环节 只在进口这个环节 交完就完了 就不再交了 正常来讲 都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进口应税消费品 企业进口应税物资 在进口环节 应该交给海关的 应税的 应该交的消费税 由海关代征 按照 按照什么 按照组成的计税价格 和规定的税率 计算出来的消费税 要进入到 该项物资的成本 其实就是 您从国外进口的 应税消费品 路过海关 交的进口环节的 关税 和进口环节的 消费税 都是要进到 您进口的 这个货物的身上去 但是如果您是 一般纳税人的话 您支付的 进口环节增值税 您是要单独确认 日后可以抵抠的 那是您的迹象 对吧 好 那就是看您买的是什么了 如果您对原材料 用实际成本核算 用计划成本核算 或者是再投物资等等 然后是贷银行存款 这个很简单 贷银行存款 就是海关让你交多少钱 你就交多少钱 贷银行存款 然后你就往成本里面去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大家 讲一道教材例题 15-41 这个例题呢 我们都是假设 您在经济法基础里面 已经把消费税的 组价公式都学好了 当然我们在这 只讲账务处理 怎么算 那还取决于 您的经济法基础 学的怎么样 而且您知道只要是进口环节 不管是进口环节 应该交的增值税 还是进口环节 应该给海关交的消费税 都需要现场组价 这个组价公式 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然后再加上消费税 一起组成这个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假企业从国外 进口了一批 需要交纳消费税的商品 然后他说 已知该商品的 关税完整的寄税价格 你看 关税完税价格 就是关税最完整的价格 就包括这个货物本身 再加上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等等 这叫关税最完整的价格 关税完税价格 一共是54万 然后按规定 应该缴纳的关税 是10万08千 假定进口的 应税消费品的 消费税税率为10% 既然他说10%了 我们就假定 他进口的这个商品 是什么呢 红酒 行不行 从法国进口的红酒 红酒就属于其他酒 他的消费税率就10% 然后增值税税率呢13% 再看一下 他说货物曝光之后 自海关取得的海关 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著名的消费税呢 是7万2 您在经济法基础里面 能不能把这个7万2算出来呀 但凡是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它一定是根据 组成的价格 再乘以消费税的税率 那么这时候 我们知道组成价格是什么 别忘了 消费税本身是价里面含着的 其实我们组成 组成价格应该是这样的 54万1234 四个零零万 关税完税价格 你看关税完税价格54万 加上关税本身000 也就是说 只要是路过海关 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和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到底多少钱 你也不用死等海关 跟你说多少钱 我们自己都能算 怎么算呢 你要知道 你从国外进口的这批 其他酒 就是红酒吧 它的关税完税价格是多少 它告诉你了 是54万 而且海关告诉你 交多少钱的关税 也告诉你10万08千 你拿关税的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再加上消费税 其实这个价格就被你组出来了 你根据组出来这个价格 来乘以10% 就是海关应该让你交的消费税 所以如果你不会算的话 海关让你交多少钱 你就交多少钱 它万一让你多交了呢 你都没法反驳它 所以此时你看啊 既然我们进口的这个东西 是10%的消费税水率 而且消费税呢 又是价内税 我们像组 我们现在需要组出来一个百分之百的价格本身 对吧 那么百分之百的价格本身 说明 消费税就占了10%了 对吧 因为你百分之百就是一嘛 一就是权利的价格嘛 那么本身消费税本身就占10% 说明关税完税价格和关税占到了整个价格的90% 那你此时相当于是拿着90%的钱去除以90%的比例 这个能理解吗 也就是让我们组出来那个价格一定是既有关税完税价格 因为关税完税价格是最主体价格 是你从国外进口这个货物本身的价格 运输费 装占费 关税完税价格 而进口环节的关税是要进成本的 就要进到这个价格的成本里面去的 所以关税要进到地区 而且此时你进口的是硬税消费品 消费税也是价内税 这个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消费税跟增值税不一样 增值税是价外税 消费税是价内税 那么相当于是你这个价格 本身应该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叫关税完税价格 第二部分叫关税 第三部分叫消费税 但是你说 哎呀我现在不知道消费税交多少钱 没关系 你看啊 你知道消费税的税率就行 因为百分之百是总体的价格 百分之百当中的百分之十 是消费税的位置 那么百分之九十呢 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的位置 对吧 那么此时相当于是 你拿着百分之九十的钱 或者是拿着百分之九十的钱数 去除以百分之九十的比例 就变成了百分之百的钱 你看啊 这百分之百的钱 就是整个组出来的一个价格 相当于是我们拿着五十四万 再加上十万零八千 等于是六十四万八千 去除以百分之九十 哇 我们真的是算出来了 等于七二 一二三四 得七十二万 哎 我们可以倒推回去 相当于是我终于组出来一个价格 这是你的本事啊 你组出来这个价格以后 这个价格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关税的完税价格 是五十四万 一二三四 第二部分是关税本身 十万零八千 八千 好 那么第三部分是什么 第三部分就是消费税 消费税怎么来 消费税就拿你组出来的这个价格 乘以消费税的税率百分之十吗 你刚才已经组出来七十二万 那乘以百分之十不就是七万二吗 OK 七万二 这时候大家看看 你组出来的价格 是不是包含这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五十四万 第二部分是十万零八千 第三部分是七万两千 果然是七十二万了 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们组出来 但是呢我们在 这个初级会计实务里面 我们就假设 您可能会了 或者您可能不会 它是作为已知条件给您的 你看 他说这个海关 自海关得到了海关进口消费税征用交款书七万二 怎么来的七万二 是你组出来的价格是七十二万 七十二万的百分之十 可不就是七万二吗 那么你除了要交进口环节的关税 你还要交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你还得交什么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那么当你交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时候 您记住一句话啊 但凡这个东西是从价计征 你看它是百分之十嘛 我们一说百分之多少都是从价嘛 但凡消费税是从价计征的 那么它算出来的一个价 或者叫它组出来的一个价 既是消费税的计数依据 也是增值税的计数依据 所以当我们算进口环节 增值税该交多少钱的时候 还拿七十二万 就拿我们刚刚组出来这个七十二万 去乘以百分之十三 只不过你乘完了百分之十三以后 七十二万乘以百分之十三 算完九万 九万三千六 只不过就是你算出来的增值税 它不在这七十二万里头 但是你算出来的消费税 它在这七十二万里头 又一次体现出消费税是价内税 增值税是价外税 明白了吧 好 您看后面写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注明的增值税是九万三千六 果然是九万三千六 进口商品已经验收入库 全部的货款和税款 已经拿银行存款支付 问贾企应该怎么编制 会计分路 你看我们顺便就把组价公式 跟大家说了 首先先来说一下进口商品的入账成本 它的入账成本 其实就是说的它的价格本身 初始入账吗 初始入账 我们要把关税的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关税要进成本 然后进口环境的消费税 也是要进成本的 教材利皮不够完整 它就有点不太严谨 在哪呢 我们应该假设 贾企业是一般拿税人 我们假设是一般拿税人 教材好多例题都是没写 他可能就默认 他是一般拿税人吧 贾企业是一般拿税人 所以他交给海关的 这个9万3千6 是不要进成本的 这个是不能进成本的 这个要勾到 借银交水费 银交关税进向水油里面去 我们来看一下 进口商品的入账成本 肯定是54万 加上10万08千 再加上消费税 因为消费税是成本 要进成本的 所以你看 是不是 这是54万 这是10万08千 这是72万 等于72万 那他如何进行占物处理 肯定是他买进来的是 其他酒 我们假设是红酒 那就应该借库存 商品72万 借银交税费 银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9万3千6 然后贷 贷什么 银行存款 看见了吗 这个他不敢签着海关的 他这个进向税额 是给海关的 是给海关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借库存商品72万 借银交税费9万3千6 贷银行存款81万3千6 然后本例当中 应该交的消费税 是多少钱呢 刚才我们说 消费税多少钱 他本题是作为 以制条件给您了7万2 但是您得能算出来 就是您拿着54万加上 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除以 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所以大家给我看一下 您看 这是不是 这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除以 一减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这时候你组出来的 这个价格到这为止 其实就是你组出来 整体价格 整体价格是72万 拿72万乘以10% 其实就是72万 72万2就应该交的消费税 那么应该交的增值税 是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 它的组价公式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关税完税价格 加上关税 90%的钱除以90%的比例 就变成100%的钱 现在是把消费税 就给含进去了 其实就拿它 乘以13%就行了 说明钱都不用变啊 54万 你看 54万 然后这个 加上10万08千 看着啊 然后除以 0.9 90% 然后乘以13% 就变成了 它应该给海关 叫增值税 9万3600 看见了吗 这不就是吗 9万3600吗 但是你看 要是计算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么写 应该交大的增值税呢 就用关税完税价格 加关税 加上我们已经算出来的 消费税 也可以 所以您看 是不是拿着54万 加上10万08千 然后再加上72 乘以13%呀 你也可以 不这样写 还用它 加它 除以它 就把这变成13% 也是这个数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的那个 组价公式 结合在一起了 这是你经济法基础里面 会学到的 好了 这个例题我们就讲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 这是消费税里面 最后一道题 它说下列各项税金当中 应该进入到 有关成本的是哪个 进成本啊 进口环节的关税 不管你是一般大学人 还是小规模大学人 你不管是谁 你但凡能够进口 它不可能是不动产 不动产是房子 是进不来的 它也不可能是无形资产 因为无形资产 它就是一种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它根本不可能通过海关 对吧 海关猫不着无形资产的 我们就是一个技术指标 技术参数 我们商标使用权 给你用就行了 我们只有实物 才会路过海关 对吧 才会经过海关 所以我们但凡能够 进口到的 那它肯定不能是不动产 那它肯定也不是 无形资产 那就是货物呗 有形动产 那么不管你是谁 只要进口环节 交到进口环节 关税通通进成本 通通进成本 所以你就记住了 进口环节的关税 一定是进成本的 所以A 进成本 再看一般纳税人 购入生产用的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的税额 那既然你是一般纳税人 这个不要进成本 搁到借应交税备 应交增值税 进向里面去 所以这个不能进成本 再来看C 小规模纳税人 购入商品支付的增值税 我们一再强调 小规模纳税人 是简化处理 得到了转票 也不能抵扣 所以要进成本 所以你支付的增值税 是要进成本的 题目问的 C就是应该进入成本 再来看D 一般纳税人 购入生产用的设备 取得增值税的 普通发票上的税额 你看 在这一点上 就结合着我们前面 讲的那个增值税了 再讲到增值税的时候 大家如果手里 有这本辅导书的话 我们也可以翻过来 大家跟我看看啊 我们当时说 允许抵扣的 就是国家允许抵扣的 那几个情形 都有什么呀 大家跟我来看 在您辅导书的231页 您看 231页 231页 有个小贴士吧 上面一个小贴士 说下列进向税额 准以从销向税额中抵扣 那准以抵扣嘛 那就应该借应交税备 应交税进向 搁到这个专栏里面去 什么可以抵扣呢 就说了 括号1 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增值税税额 您这是什么 一般大学人购入生产用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的普通发票上 对不起 您看 我们这是写的是专用发票 普通发票是绝对不允许抵扣的 只有专票 才可以抵扣 所以这个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 既然 是普通发票 不能抵扣 你不能抵扣 就不能借应交税 应交税额 那只能进成本了呗 题目问的是 应该就到有关成本的 那D也得进成本了 所以选什么呀 那就只能选 ACD了 看见了吗 大家跟我来看啊 选项A 应该进入到取得货物的成本 选项B 应该作为增值税 进向税额抵扣 不进入成本 选项C 应该进入到购入商品的成本 选项D 因为取得的是普通发票 所以增值税税额 应该进入到你固定资产的成本里面去 看见了吗 进入到固定资产的成本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把第五章 负债里面的第四节 应交税费 里面比较 重要的 篇幅比较大的 一个增值税 一个消费税 全讲完了 这两个是不是 考核的这个频率 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 我们都讲完了 你会发现 果然增值税 强调的是 你到底是一般纳税人呢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啊 你到底用的是一般计算方法呀 还是小规模 用的简易方法呀 你到底怎么用专栏啊 对吧 那就是他 在考核那些账务处理 主要考核点 就是一般纳税人 用一般计算方法 用到那些专栏 但是我们的消费税 你会发现 它主要解决的是 环节问题 就是生产并销售这个环节 你应该往哪个账户去寄 委托加工这个环节 支付的消费税 应该往哪去寄 进口这个环节 你支付给海关的消费税 或者支付给海关的增值税 以及支付给海关的关税 应该往哪去寄 会计就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支付出去的任何一分钱 都得寄到恰当的账户里面去 对吧 所以消费税这块 我们也就讲完了 那么本讲就肯定就结束了呗 下一讲呢 我们就进入到 其他应交税费的讲解 那么关于其他应交税费 你会发现 就简单的不得了了 什么资源税啦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你看资源税 我还挺多 什么承建税啦 等等就很简单 后面都是一些 比较容易懂的 而且怎么算 也都是您在经济法基础里面 会学到的 对吧 那好 我们本讲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